大家好,我是布言,现在我来开箱一颗大锈球 这个是五家轮的大锈球,是和小琪一起团购的 因为我这个院子里也没有多少漂亮的花,只种了一些月季 现在这个锈球开的正宴,我买了一个大盆的锈球 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哇,大家看这个锈球的花头是蛮香 大家看这么一大盆锈球,虽然经过长途的运输 但是到货之后还是特别的鲜活的 这么密密麻麻的这些锈球的头大约有几十个 而且它这个颜色是特别纯正的这种蓝颜色 这个呢,一般我自己调的话,不太容易调到 我去年牵插了一盆这个无尽下的锈球 开出了那个粉色的花 这种小的一甲轮的花盆,比较适合放在阳台养货 因为它占的地方比较小,而且它的花头又多 也特别有观赏价值 我发现这个夏天是特别爱开这种蓝色的花 因为这个蓝色的花给人带了一股清凉的气息 这么大的一盆蓝色的锈球摆在这里啊 就好像觉得有阵阵的含义,像蓝冰一样的感觉 夏天啊,比如开这种蓝雪花,是越热开的越艳 所以可能是给这个火热的夏季啊,可能给它增加一些这种清凉的气息吧 我们经常会在图片上看到别人没钱这个 这个锈球开到一大片郁郁葱葱,一大片的花就特别的震撼 其实啊,这个锈球啊,如果是我们养上一盆 它其实可以和月姐一样,可以养上很多年,养上几年 甚至十几年,可以年年开花 这个五家里面的锈球啊,它这个花的枝条已经呈现这个木质化了 这是养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当然了,锈球也是可以牵插的 去年我就牵插了一个,现在是粉红色的 这个锈球是调色,是非常有趣的 一般我们自己养的这个锈球啊,它是偏粉红色的 如果是想给它调色呢,可以从它那个花苞开始啊 给它慢慢的用硫酸铝和硫酸亚铁来给它调节 它就可以从粉红然后偏蓝 如果是三种上几颗锈球啊,可以调节的五颜六色 可以调的是粉中带蓝,蓝中带粉 纯蓝色,纯粉色,可以开成一个五颜六色的小花园 也是特别有趣的 这盆锈球啊,就在我家里安家落户了 新买了锈球啊,先把它放在散射光的地方 让它缓一段时间,然后再给它慢慢的接受光照 放在半音的环境中就可以了 这个锈球的花期啊,有几个月的时间 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好好的欣赏了 下面呢,我会跟大家接下分享这个锈球的开花 以及养护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了,可以点一下上方的关注 谢谢大家